高龄化社会来临 老人的照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但是长照服务人力始终不足 趁着一号国际老人日这一天 市府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除了邀请日本专家学者前来分享经验 还祭出了拖老一条龙 以及拖育一条龙的政策 希望能够减轻年轻市民的负担 期盼透过长照准备的探讨 重视人力缺口的问题 逐步打造友善乐林 幸福台中的城市愿景 来自日本的学者跟台下护理之家 以及老人福利机构等单位的人员 交流日本在推动长照服务的 一些做法跟经验 市府趁着一号国际老人日这一天 在市府大楼举办长照照顾人力研讨会 希望能够借此提升台湾的长照人力职与量 面对未来长照法的通过 人力势必会越来越需求越隐级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机会 看看世界其他地方 如丹麦 以色列 日本等等这些的经验 这些让我们去参考一下 如何在台湾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长照服务 整个的系统 除了邀请日本专家前来分享经验 市长林嘉隆也说 市府规划拖老一条龙 以及托育一条龙的政策 希望减轻年轻市民的负担 并且期盼透过长照整备的探讨 重视人力缺口问题 逐步打造友善乐林 幸福台中的愿景 我们希望台中市是坐在前端 就是这个健康促进 活跃老化的这一些政策 那么有七成 能够往这方面来治理生活 然后当然会有两成左右 它可能比较有一定的低度的失能 但是可以做过一种社区化的招呼 彼此来关怀 面对长照服务人力始终不足 而台湾也将步入的全程老化大未来 如何留住这项产业的相关人才 将是中央与地方 必须共同攜手面对的挑战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